去公司还没开门 外头民众已经大排长龙 人潮多到看不到队伍尽头 大家都在抢搭 基隆青年电动机车2.0方案的末班车 那洗好再过来 基隆市府三月实施公益青年电动机车2.0方案 即将在6月28号截止 基市府预告即将推出3.0方案 但条件却变严苛 预算规模相对有限 所以我们会在今年的第四季 我们预计会重新推出电动机车的新申请 那同时也会考量将我们的太旧 变成我们的必要条件 将上路的3.0方案即将重启太旧换新 且没有补助电池月资费 但市民可自由选择电动机车厂牌 方案持续实施 基隆路上也越来越多电动机车在路上行驶 我们希望现在他在推动任何政策的时候 必须要有相关的一个配套 有一万台的电动机车即将要进入基隆市区 我们的充电桩 我们的路幅 我们的停车空间 不只还没有做到好 而且没有准备好 目前基隆青年电动机车2.0方案 原本预计受理一万两千件 但现在已经受理超过一万件 市府开始控管收件量 除了安乐区每天受理30件 其他区每天限量20件 额满为止 议员质疑基隆市府推行政策 但没配套措施 根本赶不上政策的推行速度 明日新闻陈崇瀚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